來 吃過 秘魯 秘魯 這是行李箱 秦居 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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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现在来开箱 到底呢 带他们两只小宝贝出来玩呢 需要带哪些装备 那这一个呢 是他们的行李箱 打开行李箱里面有什么呢 有药 这是他们的药 然后这个是零食 这是饲料 我把它装成这样 然后这个是冻干 也是他们吃饭的东西 再来呢 有树毛的 这是一定要带的 然后呢 这个是项圈啦 那这个呢 是洗脚的 这个呢 是擦身体的 再来这边 还有很重要的尿布垫 然后这是他们的吃饭的碗 还有剪东西用的剪刀 然后还有水碗 然后这个是秘鲁的药 棉花棒 然后这是他们的衣服 再来就是这个床也是要我们自己带 因为还是习惯让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 这个呢 是噴驱虫的 然后这个是小电风扇 放在他们的推车上面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凉电 可以给他们做 然后还有尿盆 我是习惯自己把尿盆带来啦 你看这一只直接就已经躺在这里 睡得舒服的呢 另外一只在探险 帕鲁 帕鲁 这里是我们今天晚上所住的 叫做美国乡村娱乐部 然后这边就有停车位 然后前面有一个大的露台可以烤肉 这边还有好可爱的油箱 就是美式风 这是我们今天的烤手 大厨 他说他是大厨 感觉还蛮丰盛的 我都已经自己准备好了 哇 这虾子看起来很厉害 我 整个虾子 你看 哇 这里面都是安门文 很多 里面就是我们的餐厅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细水池 就是 这边里面也可以走出来这里 然后那里有好多小动物 有好多露丝 有看到吗 一二三四 四只白的有一只黑的 这是住户吗 就自己在这里这么悠闲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一间是双人房 然后他有这样可以加入 采光非常的好 还有卫浴设备 这边呢有一个残障厕所 这一间房间就我们的房间 有两张单人床 然后采光也很不错 有一个衣柜 有一个衣柜 哈喽 出来 比较简单 不过就没有厕所了 只有这一间有厕所而已 接着这是另外一间房间 把两张单人床 一个衣柜 看起来这一间房间 就是四张单人床 接着走过来这边呢 这边是洗手间 然后他是这样子 三个洗脸刷牙的地方 然后三间厕所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淋浴的淋浴间 这样子简单的 然后这里是客厅 它整个都是美式风 然后这里呢有一些的零食泡面 但是都是要收费的 一些大餐桌 这边是室内的厨房 这冰箱 这边都是可以吃的 当当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 有我们明天的早餐都冰在冰箱里了 酒也是吗 酒是我带的 酒是我们自己带的 门上的是他的 门上的 这边的都是要付费的 这边也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非常温馨的小客厅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早上出来散步了 这间房子很有特色 我们不是住这间不可以进去 想不到这里还有篮球场 这里有Angie出墓室 第一间是餐厅凯莉屋 感觉非常的可爱 这里蛮大间的 这一整个村都是 这边是个草山小镇 这边有很多有特色的餐厅 我们待会要来这一间吃饭 哈罗哥不要 他一直摇头 这一间是响阳名山 我们家那边有响林口 这间看起来蛮大的 里面有好多间店 可能这里没有这么多 连星巴克都有 这里小黑文也是很多 我突然走一下就被咬了三四个宝 哇星巴克已经开了 哇他写阳名山币买伴手礼 叫做可力路 等一下我一定要来买买看 几点开 昨天我有看到 哦11点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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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